脚关节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膝盖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王伟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怀关节的疼痛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负重的关节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些关节的炎症 那么关节的炎症根据不同的年龄的阶段 引起关节的炎症的病因也不一样 如果是一个中老年的患者 那么最常最常见的临床上 那就是一个骨性关节炎 我们也叫这种骨日增生性关节炎 也叫推进性关节炎 推进性骨关节病都是一个 那么这是一个中老年的患者 那么在年轻人的中间 我们还会引起痛风 会引起 比如说你喝了啤酒了 吃了海鲜了 这两天会出现怀关节的肿胀 发火热疼痛 那么还有我们一些地方性的疾病 比如我们陕西这一边 我们会有这种地方性的大骨结病 大骨结病它会引起明显的 这种怀关节的一个疼痛 那么再还有一就是说是 外伤完了之后 会引起这种骨折 或者这种聚骨的这种缺血的坏死 会形成这一种创伤性的关节炎 它也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那么创伤性关节那么也往往也就会 这一种青年中年 当然老年人患者也会有 还有就是你本身 那么骨头上它也会长肿瘤 当然化膜上关节它也会长肿瘤 当然肿瘤的发病率在这个部位 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但是它一样也会有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感染 身体的抵抗力减弱的时候 局部的一个创伤 它可能会就是说是 比如说有皮肤的破裂 这个地方的感染 也会有这种血缘性的波散过来 导致了这一些就是说 细菌性的感染 当然还有一些那种特殊细菌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还有 那种上有结核 这一些的关节的 怀关节的结核 这一些它都会引起疼痛